我是林奇豪,是个机器人 这一大早一起床啊,私信里全都是这个消息 林奇豪,万川表白红尘了 而且呢,还不止一个人发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表白视频 看完了,同样的模板,同样的套路,同样的台词 前两天呢,他还在表白火线妹 说自己喜欢火线妹 结果呢,第二天就表白了侠客红尘 还把他之前表白的火线妹的头像 图图改改,画了一顶绿帽子 这真是个海王啊 喜欢一个呢,就诋毁上一个 哪个女主播热度高,就告白哪个女主播 真的是可恶之急啊 有的粉丝还评论出了 什么时候取红尘啊 什么万川架红尘等于爱情啊 我真的无语了 看来这个万川是真的打算要告白300个女主播 不对,是碰瓷300个女主播 这两天呢,又发现了一个被他祸害的小学三 就这个身法双胜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视频 你K你擦的 今天是我表白陈豆豆的第二天 昨天我也是向我二大爷借了200块钱 做飞机票去找陈豆豆 可出乎我力量的是 我刚到陈豆豆家就被木桶赶了出来 而且木桶还把我的手给我打断 至我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一听声音呢,就是个未成年 就是模仿这个万川的 一样的台词表白陈豆豆 看到没,这都是祖国的花朵啊 还是没能逃避被万川祸害的命运 年纪轻轻的,你懂什么是喜欢吗 就学人家在这里表白 唉,好的不学,学坏的 真的是,无话可说啊 还剩那句话,万川的行为是不对的 也不要制作这种三观不正的视频 坚决抵制 好了好了,我是零七豪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